可以看到火車的警示燈亮了起來 那警示聲也不斷的響起 那火車就要來了 但前方似乎出現突發狀況 有轎車就卡在平礁道上 被柵欄壓住 情況相當危急 但你看一段現場情形 好那幸好遠景旋轟見狀呢 是趕緊上前幫忙 這事發就在18號晚上7點多 遭困的駕駛 原來是一名卵性移工 那麼當時呢 車上還有另一名女性的友人 那他們當時開著休旅車 準備經過台南永康平礁道 沒想到卻因為不熟路況 又疑似沒保持車距 在柵欄放下的時候呢 剛好停在平礁道上面 才會進退兩難 還好旋轟遠景 當時也立即按下了平礁道 緊急警告扭 火車才及時減速 才沒釀成大火